七歲鄭小弟動作熟練的搬來小凳子 接著腳一抬 右手勾住爸爸 坐上電動輪椅扶手 他每天上下學就是這樣 被爸爸再去學校的 就這樣帶著走就對了 對 這樣帶著走 五十八歲的鄭先生住家一東時 青少年時期因為雙腳萎縮 長期得靠輪椅代步 想外出工作 卻受限電動輪椅無法走得太遠 因此經濟重擔 完全落在當居服員的太太身上 一家三口靠太太 一個月幾千元的收入 及低收補助過活 這是廁所啦 這個是我的床這樣子 一家人住的鐵皮屋 裡頭擺滿物品 還要騰出空間晒衣服 鄭小弟要寫功課 床就是書桌 我裡較寬敞的地方 是鄭先生輪椅會行經的通道 這樣的環境讓他嘆 對不起孩子 很希望能夠改善環境 二月來的時候 房子裡面很冷 林家有一口氣捐了 總修繕經費的八成 有公益團體得知了鄭先生的困境 表示願意無償幫忙修繕房子 也有基金會表示會扶到鄭先生就業 希望能夠幫助一家人 反轉生活環境 華視新聞陳建邦孫文娟榮浩北嘉義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 謝謝觀看 我們下次再見